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,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一区养护工程处因英玛利亚台风,宣布将在晚间8点对北部滨海及山区道路办理预警性封路,包括,台二线碧沙路段65-71K, 鼻头路段75-84K,台九县北一路段24.5K-68.5K,台七县罗浮至西村路段22K-60K,及台九甲县物赖路段14K-19.8K,等山区道路依据中央气象局风雨预报资料, 新北市、桃园市等山区及平地24小时累积雨量达400毫米,且平均风力达9-10级,可能造成山区道路路基缺口、摊坊及滨海公路浪袭危害等灾害。 公路总局宣布10日晚上8点封闭部分山区路段,有保全人员进驻管制并视现场风雨及道路状况适时机动调整放行。